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秦档江大桥开工奠基仪式上 可以看得出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这一年毛老刚刚38岁 也是他第一次真正实现功成救国的梦想 日本签约中国的时候杭州不能让日本再过桥过去 只有他能炸其他人炸不了 为什么呢 只有他知道要炸哪个地方 毛一生当时是很痛苦 但是没办法 后来他又讲了八个字 他这八个字就讲抗战必胜此桥必复